灰白色小巧机身流线型设计 这是美国航太新创公司Nautilus 推出的新型无人货机 要来抢攻空运市场 Nautilus整合机身与机翼 耗油量更少 同时扩大机舱内部空间 提高装载量 让空运比货运CP值更高 以美西到东亚为例 一般空运需12小时 成本约21万6千美元 无人货机同样飞行时间 只需13万美元 号称要开启无人空运新时代 光是载货还不够 Nautilus公布最新设计Horison 载货同时可搭载200名乘客 排放量只要波音和空巴的一半 走进充满未来感的操作室 这是Nautilus推出的地面控制站POT 跟新一代货机无缝整合 就像在空中驾驶舱一样 降低培训和营运成本 Nautilus来势汹汹 波音压力山大 飞上高空急身脱离 这是波音公司研制的无人太空飞机 X37B正在演练操作气动刹车 运用地球大气操作方向 还能节省燃料 X37B接近大气层时 还能改变轨道 出其不意打击目标 这也让它成为美军下一代 太空任务重点 TVBS新闻终于风采一剑 综合报道 TVBS新闻终于风采一副